YES 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拜五炮試 No Mercy 今天哇 為什麼我今天會有這個椅子坐 就表示說我們今天的人真的很多啦 今天真的滿多人的 就是爆棚狀態 今天這個一個爆棚狀態啦 雖然說有一位就是 還是訂翻啦 一定會遲到的好不好 我留了一個特等席給他 等一下他再來 好 我們的基隆東一樣遲到 不過呢 我們今天 第一part很特別 今天就為大家請到一位特別來賓 那這一位就是如果大家有關切我們快打最近的消息的話 就是台灣界最新的 星星 我們的爪神小寶 然後彰化爪神小寶 小寶看那個攝影機跟大家打招呼 然後我們的彰化爪神小寶 變幻莫測的巴塞羅娜身上最長的地方就是最強的 什麼數 LP1萬分 你想想看 LP1萬分就等於是白金等級了啦 好不好 那實力與長相兼具的透奇之秀 這是誰寫的 你怕猴獻的美術都說 好 究竟能不能衝擊快打老屁股 老屁股都已經來沙灘上了 對不對 好 我們拭目以待啊 歡迎小寶 等一下等一下 旁邊這個人是怎樣 這個人有事嗎 你剛剛在說什麼 我們這已經給我們的阿B一個特寫了 好不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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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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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維爾 李維爾 李維爾冰掌就對了 是不是 欸不對啊 冰掌應該沒有那麼 冰掌頭髮應該沒有那麼 你們三個坐在一起 很像是我們什麼 什麼 新冰日記之類的欸 新冰日記 今天都綠 你穿迷彩的有沒有 你這樣超像剛剛要回來的 很熱的彩耶 成是國軍有沒有 他這邊又穿綠的調查頻款 他不是掃廁所 我都在砍巨人欸 他在屁股 你手在那邊 你怎麼在那邊寫字 很癢 你別那麼騙我啊 為什麼今天會穿這個 沒有為什麼 我就突然就覺得 哪來上節目中 中二病發 我在想 中二病發 我在想是不是小蔡 可能在某一天跟他打肚打輸 我叫他穿這個來上節目 是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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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啊 欸聽說你跟小蔡最近有個賭注啊 對啊對啊 就是他LP如果上一千的話 你要請他吃大餐 對啊對啊 只是吃大餐的人 你知道我過去輸他無產給我了 你知道嗎 你遇不到他啊 你覺得不可能會 你要教人家怎麼玩啊 我有教他啊 就他防禦都不會啊 一定是你教得太深了 沒有沒有 你應該要讓基隆東來教一下 完蛋了 真的欸 我覺得基隆東我會教欸 變字了你知道嗎 熊貓基隆東不行啊 你知道你知道小蔡是我們東粉嗎 對啊 哇塞 你這職業選手 算了啦 你竟然輸給一個綜藝咖 你情何以堪 好啦 那因為小寶時間的關係啊 因為他八點就要去那個 就另外有事情 所以我們就今天第一part 就特別安排他來做那個爪子的教學 好不好 那小寶不要擔心 你就把大家 把基本的教會給大家就好了 那至於你想要長遭長到明天 那是這樣的事情 好不好 好來 不會不會不會 我已經會了 我已經知道你了 你那邊嘴喔 不知道誰第一次搶十搶輸人家 我第一次是我贏欸 我們打三次 你是嗎 我們打三次你問他 嗯? 我們打三次欸 第一次是十比二一還二十 十比一還二十 我們打三次 哇 會不會講 是這樣子 好啦 那大家應該比較好奇的就是小寶 那之前 玩快打五之前 還有玩別的合作遊戲嗎 這個02啊 QF 02啊 是舊版的 新版的 所以快打四沒有碰 摸一下就放棄了 親手親手連動又接不住 差不多啊 世代都是這樣 大部分的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快打五玩得起來 很簡單啊 很簡單就是你自己深刻體會 其實四代其實你有時候觀念有 可是你真的接招接不出來 然後五代其實很多玩家也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 木鴨問題對不對 對木鴨問題 其實木鴨就是一個門檻 對 那為什麼一開始我會選爪子這個角色 就快打五 沒人玩 沒人玩所以才選他 我喜歡玩那種就是比較 冷門 冷門的 跟我一樣啊 那為什麼不玩放棄 放棄也沒人玩 放棄很醜啊 他很喜歡放棄很可愛 那你有沒有覺得他哥放很像 乍看之下 乍看之下 戴個帽子 一邊先會沒有帽子 戴個帽子很像 應該蠻像的 Doku Dis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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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其實YOLO跟小寶打了 所以這邊寫的是兩次搶食 所以實際上你們打三次 我們打三次 我記得後面是你贏比較多 對啦 好啦我知道啦這樣子 那你覺得這個對決怎麼樣 就是卡琳搭爪子 卡琳不利啊 你啊 你幹嘛都卡琳不利 你每次都卡琳不利 哪個卡琳有利 我認真講 我覺得五五 就是五五波這樣 沒有做特別有利 因為其實中距離的話 爪子比較有 卡琳其實進不太去 然後近身的話 因為爪子其實沒有什麼無敵 爪子沒有無敵技 所以卡琳壓他的話 就是可以很容易一波把它壓死 但是前提是鳥進得去 所以還是在中距離前腳部分 是 重點是你腳進去的話 就是卡琳大概六吧 對對對 中距離前腳 你中距離前腳 你有進來 你有進來就不要 不要吵啦 你不會玩卡琳 不要吵啦 卡琳我說了算啦 所以小寶沒有跟阿比打過 有啊 前天才被他虐完而已 真的喔 前一天晚上被小鑫打 被小鑫打完之後 然後第二天又遇到他 噴300螺分耶 真的可以嗎 一萬分噴300螺分很痛耶 超痛 因為這傢伙我們都不打Rake啦 我已經 而且他很興趣 他還沒有開實況你知道嗎 他說 艾力克斯應該洛洛 因為我覺得很有力 然後 那個ID 阿利阿阿比 靠 有沒有想說看到Alex應該穩贏 對 應該穩贏 我都說我已經打到八九千了 喔真的嗎 有嗎 你有那麼高嗎 八千八了 打完我之後 要快上九千了 要爬Rake 要不開實況 然後要開實況 那波那什麼三國志十三 他在開實況完三國志十三 我記得那天好像還開十個小時左右 對啊一大廳早 禮拜二早上起來 神經病啊 你要說要開十個小時 對啊 超過開十個小時 每一生都要哭了 每一生都帶有三國志的 半天開三國志之後 後來破不了關不爽我就關掉了 每次都不關就好 好幾個開快打 被操操電是不是 他每次都做好幾國打他一國啊 那就惹人厭嘛 沒朋友 好啦 那不多說啦 我們因為小寶時間有限 那我們接下來的第一個小時 都會介紹那個爪子的教學 因為接下來小寶都來了 那爪子的教學的部分呢 我們就請那個哈魯這邊準備一下 那搖桿我們直接給小寶 然後我們切換進那個練習模式 但是因為快打四眼沒有摸過爪子嗎 沒有對不對 那集氣角色很爛 你又在我們爬過網子 我就是晚上那種八人版的 八人版的 八人版的 沒辦法套玩 八人版是我們以前 上次你電我那個嗎 對對對 就是那個爛版本嗎 對對對 你不要打不贏就說人家爛場 我跟你講那個版本就是一定 駝一下就會想揍人的那種 就是在WF1 對對對 對對對 就那一次 他用凱爾用阿森 阿森超強阿森會贏他 阿森超強 你比我還有龜死啊 我阿森用 你還選那個怪獸真的是哪迪賽 怪獸 我跟你講拳王有夠爛拳王連四六批什麼都沒有 阿真的嗎 八人版沒有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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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人版那拳王沒有拳王 真的假的阿 沒有拳王 可是我自己以為是 有一次角色什麼都沒有那天我打 不是說什麼都沒有 有啦有拳王吧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四大拳王哪來的拳王 陳詩越打越回去了 好 那我們請那個小寶幫我們進那個練習模式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 VEGA 不是戴墨鏡那一次喔 這是今天釋出的凱爾啦 凱爾在那邊 他預設是戴墨鏡 明天就這個版本 他預設是戴墨鏡的 你說 預設是戴墨鏡的 預設是穿軍服 就戴墨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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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一個版本 就是原本舊的那個迷彩版本 就是要過關故事模式才有 對 對 對 好來 那我們大概也介紹一下 VEGA 就是我們的爪子 這一隻角色的特性賽關 他是屬於哪一種角色類型的小寶 有的進攻類 進攻型的 偏進攻的就對了 防守真的不行 可是不會啊 我覺得他在中距離的那些拳腳 其實對他的防守還滿有幫助的 我說角落 角落真的什麼角色可以壓 像啃也是啊 幾乎你就是進去 你就想到就是先跑再說 真的沒有招可以搭 因為爪子他也是 大家知道他比較沒有其身無敵技可以 所以說他也是滿怕壓的一個角色這樣 好 然後我們的 VEGA拳腳以及必殺技示範 就麻煩小寶幫我們示範一下 平常 在立鬼的時候 你會用到哪些拳腳 跟大家大概介紹一下 看角色 像打爪有特別的話 就是爪子一定帶 一定會帶啊 好 對 因為我們爪子會有 把爪子帶著跟爪子拖下來的兩種情況嘛 對不對 然後 所以爪子那個切換是波動拳指令嘛 對不對 就是那個轉半拳 那這個轉換的時間會不會有硬直 其實是有 其實有一點點嘛 對不對 要搶出來嘛 好 繼續讓你搶 然後其實很多人知道 其實大部份的套路都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換爪 換爪這個瞬間 其實他們出一些3F爪是 把欺騙打我 那問題是他如果是用翻轉手 你想有動就會被打嗎 你是說他那個 那個 他揮手在上 就喊 你想有動就會被打 所以他可以看他想用哪一招 因為他們兩個招是長得非常像 所以 你要硬要去看 你也看不太出來 對 因為我看小寶打了幾次 他就是有時候會利用這個套路 變成說他把 他變成說他不往後拉了 他變成說他把那個爪子收起來 然後給你帶一個指令孔 對啊 那很常見 那 那 對空的話通常會用哪一個拳腳 下 帶爪下中手的判定 可以用 但是就尖端 也是不好用 不好用是不是 所以我大部分是 直接空對空 直接空對空了 對 比較吃法一點 就是變成說你看到對方跳 然後一瞬間其實你就要跳起來了 喔 好那 呃 在怎麼樣的情況下 帶一些拳腳可以確認做一些思路連斷的 確認 對 有確認的連斷 嗯 聽不懂 就是你 平常比如說你沒事在那邊揮揮揮 然後你 看到有揮到的情況下 然後你可以帶連斷的拳腳 你會試錄哪一招啦 對 試錄哪一招嗎 對 其實我比較簡單 試錄的話就是這種 帶一 帶拳 喔 像打YOLO的話 因為卡琳都會常常出那種 那種下中腳 嗯 跟那個簽名這樣 我發現你都 對啊 要把觀眾引導到 就要教大家打YOLO 為什麼打YOLO 基本上你沒有BD的時候 我就不會亂伸腳了 對啊 因為他其實他知道看起來很弱 可是其實他的判定是還不錯的 還不錯的 會比你肉眼看到的還要強 喔 就是他的判定比起來要總好 因為你看 因為對方看到你就說 看這個白白是在幹嘛 結果他就 欸 欸 重了欸 這個就是中距在插耳用的 就有點像 我這樣舉 就有點像四代 老三個戰緊腳跟Hugo戰緊腳 那種感覺 就是 沒事摸摸摸摸摸 然後摸到電台了 有點是打中 有點是打 在打你的下路對不對 嗯 你只要一出下段 被插耳到 按這個附帶 玫瑰花就丟出去了 當然有發生幾F 應該4F吧 這個其實 我沒有看 應該4F 感覺5啦 我覺得沒那麼快 中距最快微幅 他 中距最快微幅嗎 他是沒有下段的 就是中段的 喔 好 就是中腳是不是 對就是中腳 就是中腳 就是直接抓插 就是只能抓插耳而已 好 好 那再來就是 幾個比較常用的必殺 應該說 爪子所有的必殺機 除了我們剛剛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爪子後拉 那個是轉後半圈 很安全嘛對不對 對 這個 這個 的用途基本上就是 對方擋住的情況是向你按一下 然後 可以把距離稍微拉開一點嗎 基本上三個是都有作用 這個是跟下段的 喔是下段 是下段 也就是說他一定要蹲擋就對了 對 因為很多人第一次的時候 其實下面不會擋住 真的耶 我都不知道 對啊 大家有的人真的打一兩次 就會知道 因為他第一次被打說 奇怪我有擋到嗎 對啊 我就想說我有擋啊 然後這個就是專門打 YOLO鐵蛋套 哈哈哈哈 沒有用啊 我後面不會用啊 對 你知道明天然後什麼招都不能用 不會不會不會 對啊 明天他什麼用不出來 他就死了 哈哈哈哈 然後中的話 就真的很比較 那對空用的吧 對空的 其實就是你要先按 要先按 他發聲不快是不是 發聲太慢 然後你只能接這個 音叉的發聲 你是說如果對方 在空中妹打中 你可以直接發聲嗎 因為他令他發聲慢 然後又很小 基本上是要在你的 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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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快要 他比如說他想要這樣插你頭頂下來 對 好 那另外就是 爪子那個滾 對 輕重重大概講一下他的性能 還有一差的部分 因為輕的話就是接 輕的跟 應該說都是做連段用吧 對 他就是只能這樣做而已 所以一般來講連段你會用 輕的還中的 還中的 因為他只能接輕的 他只能接輕的 他輕手的話就是 有爪無爪都是只能接輕的 好 用輕的接 然後中的話就是 用中手之類的 對 可是他 他有的差別就是說 他站的話距離比較遠 其實我一開始玩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 我都是這樣接 可是如果像這樣子比較遠 下中角的 這樣就接不太到 可是這樣的話就接得到 OK 他拖刀的距離會比較遠 好 那再來就是巴塞隆納 巴塞隆納的話 我看你沒有 很少比較 比較少用沒有氣的嘛 對不對 沒有氣那個是 大門在亂玩的 沒有氣怎麼會玩啊 很多人跟我說 大門他一直飛 一直飛很厲害 你怎麼不覺得他玩 我說你叫他飛去打 立場去看看 你要飛來打我看看 對啊 對 他們都不會玩啊 像我看到他那個 爪子飛來飛去 因為沒有氣的 巴塞隆納是不是比較容易 被人家攻對攻打下來 即使你有氣也太容易 沒有氣 重點是發生太慢了 發生慢是不是 太慢 因為大部分看大家都是 這個一定都 大部分情況都是單發用嘛 對不對 就是你看你要帶套路 還是說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對 基本上 那巴塞隆納下來 他不是會有那種 分層打擊跟抓的嘛 對不對 對啊 那你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想要用帶抓的 像你打米卡那一種 米卡 米卡跟那種 我們巴塞那一種 因為他們是用全角對應的話 你空抓全部都抓一下 他是全角全部吃啊 可是他的判定 判定不管 所以你就是 一定要抓得準 要抓得準 不是說你在旁邊這樣子 不是有按就有了 這樣子 他是按什麼質量啊 按爪 按爪 我也以為像以前那樣 像這樣子我們看得很近 還是摔不到這樣子 所以我看你也很少用 對啊 因為 不好抓 對啊 因為打擊的比較 其實判定還不錯 因為其實你看他這樣子 你在他頭上就抓 可是像米卡如果他就是蹲下 其實他的蹲姿 你就是要更低抓 就是按的時機要更晚 你就是要看他的角色 那是真的比較不好抓 好 那抓得的V系統呢 他的V Trigger是什麼 VSkill跟V Trigger 對啊 是丟 超浪的 VSkill VSkill 就是MPNK MPNK 就是中前中腳 對飛行道具無敵 蛤 什麼意思 就是他轉身的時候 可以閃氣功 我沒看過你的用了 卡里沒有氣功 你也沒氣功 卡里沒有氣功 難怪我沒看過 他使用性不高 真的不是不高 好 因為他其實他 也沒有全身無敵 他就只有閃氣功而已 只有閃飛行道具 然後閃那個 閃NH跟春莉那種比較慢的話 你又要更準 還會被打倒 因為他發生前跟發生後都 都會被打 有可能他那個氣功還在跑 你那個動作已經結束了 這樣 對 不然就是 到你先 反正就是 難得 欸你知道嗎 我們快打5出到現在 我發現每一個 那個 每一次介紹角色的那個玩家 都會把玩家講的 都會把這個角色講得很爛 真的很爛 那每個人還來這邊 每次介紹角色 然後那個 像YOLO介紹卡林說 卡林這角色不行啦 然後 然後 阿B在介紹Aless的時候 這角色也不行了 然後今天 小寶來也是講說 把爪子講的 好像看什麼 我現在是先說他的缺點 對 好好好 就是 講到最後 每次 每次教學做完他 沒有興趣要學什麼教學 好 那有沒有什麼優點 優點 糟糕想不出來 其實他不在角落 其實我覺得 他的爆發力還 虎爪的爆發力其實還不錯 可是他的傷害還不錯 可是是要有 有氣的情況 也是依賴資源嘛 對不對 對 那你覺得他的氣 會急得算快嗎 其實我覺得 想不通 為什麼這招他沒有辦法 怎樣的氣 你說那個嗎 空灰的情況之下 再給你急氣 這個可以急氣 OK 賣個功啊 這個有急氣很過分 這個急氣太過分了啦 我真的覺得 卡紅他忘記這個 因為 那一隻腳都閉著他 就沒有急氣了 你告訴我 很多卡鈴的天虎也沒有啊 不然我原原在那邊 嘿嘿嘿 我是急氣啦 我連這樣子抓到都有氣可以急 當然 他硬子那麼大他會有氣 對啊 這個你硬子那麼小 我就在那邊 就像以前 你有沒有玩世代 你知道世代有一個雲這個角色嗎 他前面就虎步 人家都過不來了 是喔 人家在那邊推 然後你的氣就滿了 人家也不敢過來 這個角色有什麼好玩的 那你還玩 幹 我是等他弱了才玩 你屁啊 雲本來就很強 那爪子本來就很爛了 爪子一帶爪子S角 根本要平時他好不好 爪子一帶爪子S角 爪子五爪S角欸 沒有聽日本人玩家在平啊 所以我都帶爪子讓你啊 看不出來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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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拼五爪S角 所以他平常帶爪子大 日本人拼S角 拼五爪的時候 五爪的時候 他說那個五爪的時候性能還比較好 這樣子 但是我還不 我絕對不至於到S啦 可是他角落真的是他 你就不要到角落就好了吧 幹 你很會講 你最擅長把人家打到角落 我最會進角落就是他 我最會把別人打到角落去好不好 好 那我們 那小寶大概就修一下 你平常有在用的幾個連段吧 大概介紹一下就好了 比較 常用的 你說打打暈之後買 不用 就是一般普通有命中的 你說那個角落 1S8太龍那套 那套我再多看幾次我就會了 那我就不要用了 唉唷 會餒 心機都沒有掉到你啊 其實很多 有時候人家暈倒的話 我們都持遠的話 通常如果我有爪就會收爪 因為 重手比我爪會多被死滴血 還不錯啊 然後會就是會重手 重點是對方都會倒地 如果他真的是快要死的話 會這樣子 沒有看到 現在你是最痛的 可是重點他的點要很低 所以他跳下來那個點 你說那個跳攻擊的落地那個點 這樣還記得吧 結果不能太早按就對了 真的蠻痛的 300多吧 300多 要不要把那個傷害顯示打開一下 好 幫我打開一下 那個是大兜子 第三個 人家知道 人家1萬分了 人家知道 那你幾分 我沒有打 沒有 我白金了好不好 我只要看到我排位我就很滿足 沒連打 沒連打 那有輕攻擊的起始連段嗎 輕攻擊就 就很簡單嘛對不對 有五爪的話就是輕手三下 然後你有打的話 他輕手可以打三下嗎 對阿如果是你帶爪追過就打兩下而已 帶爪打兩下 對阿 那就四段而已阿 這樣子而已 但這打到正了你還可以繼續按阿 就只能按輕手而已阿 可以阿可以搶到我是覺得 你說有命中的情況之下 對阿 然後如果是被擋住的話 是直接是被缺檔 負六 負那麼多阿 負六 但是我跟你講這招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缺 他 因為會稍微彈太一段距離阿 不是彈太距離的問題 是他的動畫會讓你覺得你還不能動 還不能動 可是你默連連打的話 我那時候第一次打的時候 他負六我還按住他 第二次跟他打的時候 我說怎麼可能 這是負六的東西我還按住他 對阿 那是因為他的動畫的關係 他其實比 你比看起來更早能動 對但是你只要知道就好了 有些人會不知道 喔 對阿其實打到一定的程度 應該大部分都知道這個東西了 只是那個 雀版的timing好不好抓 對對對就是雀版的timing 不要被動畫騙了 那 小寶再示範一下吧 就是你那個 帶Vtrigger然後接CA那個連段 就是算最痛的版 就是所有資源都用完 如果通常就是人家如果是生龍 他發生生龍 就是他犯了 CC啦 對對對 crush counter 有反擊的 就是這樣 對 好 帶花花 好 結 這應該有500吧 有 有嗎 有耶 500連的 有500喔 還不錯啊 但是所有資源都用掉了 可是卡 他有一些小角色 像卡連那一種 他生龍下來之後 會見不太大 難怪你會吸吸我 可是我昨天發現 要第一時間 你說他落地的第一時間 為什麼你會昨天發現 昨天在演講 因為我上次有莫名其妙的事 他就按道說 怎麼會中 然後還打看 打之後就摸摸一下 那完蛋了 一瞬間而已 好 好好一點啊 沒有 我就照樣好好管他 他會中 他都會被我好 現在都在 在節目上面都在說 不好啊不好啊 然後明天比賽的時候 老死你啊 對不對 對 好 那其實Vega的連段就還算 其實我覺得不難 都很簡單 其實都不難 就是都一些比較單純的賽 對 所以這隻角色算新手好上手嗎 因為很多其實有時候 新手問他們會問說 新手哪一隻比較好 對 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盜浦系波動拳 我玩起來超卡的 不好 就卡卡的啊 其實我覺得 原來還看個人習慣啊 我覺得古代人 真的比較適合携手 古代我覺得很適合携手 很簡單又暴力 所以爪子本身不適合 不適合 也不適合 不會玩一下 我覺得沒有想像中 那麼容易去 對 因為你要 這個對老手來說可能還好 但是對新手來說可能 他剛開始玩 他要去記我現在有沒有爪子 或者是 我現在有爪可以用什麼 沒爪可以用什麼 這些都要去記 對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 有點像那種圓的感覺啦 它有點像以前的圓 有記流 傷流這些東西要記 重點是硬山就是 可是沒有那些無敵計程頭 對 被壓真的是很痛苦 被壓會很痛苦 然後再加上它那個 多耳滾比較 只有1X沒有硬直的情況之下 它變成說哈妹招比較少 就是你打完你還可以 再觀察一下那種 比如說像古代人 它就是龍刀腳踩完 基本上 安全招 基本上就是 雖然說它復舞的有點多 但是它因為 會把對方稍微推開一點點 除非你被人家按輕功力缺反 對 那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對 那這一代其實連波動拳被擋住 都會缺反 有啊像打龍肯的話 其實 就是直接中手都缺反 對 那所以 嗯 古代人算是比較推薦新手 那爪子 有愛的話也是可以玩啦 我覺得就是 要稍微熟悉一下這個 有爪跟無爪切換這樣子 那我覺得 因為其實很多新手都會 真的建議他們每一次都摸一下 因為這一代每一次特性都有做出來 真的是你玩得順手就好 嗯 不然沒有像四代 沒有說像四代一定要先 你先去玩龍 這樣 四代是真的就是你先去玩龍 這樣 五代我就真的不會這樣講 對 就是說 我會跟 先問你說你喜歡哪一個角色 好 如果你喜歡桑吉爾夫 那我真的建議你去練別字交 我建議你們三國字 直接放棄這個 好啦 那既然小寶難得來 那我們其實還蠻多時間的 施殺一輪好不好 那明天就是EPO的育選第二場 那其實一定會比上一次更激烈 因為上一次是大門拿到資格 那其實小寶這一次算是上來台北 因為平常出髒話對不對 那昨天上來台北去巴羅玩了一下 那畫面可以先幫我們切一下 我們稍微先聊一下 那這一次也要去參加嗎 明天 對 現在要來幹掉YOLO 那 我在上面等你 我在上面等你 沒有啊 你們都是一樣啊 明天現場報名 你們明天現場報名 不是說我直接在灌牙了這樣 他不是上Label分的嗎 他有先名額嗎 基本上是沒有 所以一點前去報名都有 對對對 但我是建議你稍微早點去報名 然後 反正那邊吃飯方便嘛 就12點報一報然後吃個飯 這樣是不是 先陪YOLO阿阿B阿基隆東去吃個飯 然後在那個飯裡面下藥 你就可以拿冠軍 不要嚇我我不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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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嚇我我沒有用 這建議不錯 不要嚇我不要嚇我 嚇謝藥 你知道我每次日本選手來 我都很想帶他們去吃飯 就是這個意思 好啦 那 所以你覺得你這段期間的準備 因為我跟小寶認識其實還蠻 還蠻有趣的 我們認識的過程 就是 比較跟他比較熟的大概是 有一次他來參加我們第一次來第二次的奧比杯吧 那是好像我第一次來第二次辦 就是你拿冠軍的那一次阿 他有拿過冠軍喔 那是第二次的 第一次是那個 Sunday 喔 Sunday 對 對對對第一次的 那次都沒有獎品阿 對對對 就第一次來獎品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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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對我還沒有拿獎品阿 你還沒跟我要阿 我還沒想到阿 我還沒想到阿 你都誰叫你先買 我想好阿 你想太多了吧 那你先打贏我再說阿 你也 我記得你也有阿 有阿我還沒出阿 對啊你也還沒 他就把那個什麼冠軍幹掉的那個嘛對不對 他就打贏大門常常跟我打 你想太多了阿 大門那麼肉喔 大門不會玩 大門還拜不等你阿 大門下一班來 大門下一班來 來哪裡阿 來這裡阿 沒有啦我騙你的 你看他媽的一下子表情整個力量 現場一片激進 現場突然一下圈無聲 嚇死了 嚇死了 沒有沒有對策 有對策阿 但是我不會跟他打阿 我比賽再電他就好了 這樣跟大門有差別 大門說我有對策阿 然後我比賽前都不開直播阿 我都開直播 我都開卡琳耶 我都讓大家對策我 你覺得對手沒有阿三阿 沒關係阿 我腦補就有阿三阿 台灣真的沒有阿三 我在中正市裡面就有台阿三 我原來在中正那邊 連掌隊那邊有搞白了 對啊 我原來在中正那邊插盒 阿媽的最會嘴 那小寶這次準備的怎麼樣 其實基本上的對策是都有 除了他跟小巷以外其實OK 所以你看 會這樣講 會這樣子發言 基本上就是台灣第三這台公車 又要多一個人 好不好 我每次都在講 我已經脫離了 我已經不在台灣比賽這個範圍了 你已經不在公車上面 你已經公車底盤下 跟你講還多啦 我每次都在講台灣第三 好像一台公車 每個人都擠得上去這樣子 因為前面就是一個阿 小巷阿 我們小巷上禮拜去紅牛的比賽 你有看嗎 有阿 第一場我覺得他要拿下來 他真的是輸給自己失誤 就是你說打英國那一場 那一場真的很可惜 那我們今天節目後半段 會稍微講一下紅牛的比賽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剛剛講到就是我跟小寶認識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以稍微講一下 就是 那那一次阿翁被輸給我之後 你不是說要講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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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你不是說要哭這個嗎 你是說要哭這個嗎 你不是說要哭這個嗎 你不是說要哭這個嗎 你那時候已經六千多分 你在那邊跟我講你新手 他被我奧死 可是我那時候贏完沒話 我就是要講這個 講這個 你知道嗎 我就 祝他人威風 滅自己 滅自己士氣 其實我那時候跟你打 其實我沒有什麼形式打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對Yolo 我是真的沒辦法打 真的嗎 你那時候就跟Yolo一樣 腦袋還在想著 要怎麼打大門 結果輸給淡水人 這樣子 就算我上去其實 我大概也是 打不贏Yolo的感覺 也是被很少賣 結果又不知道要被一個本拗死 他只要跳攻擊下來 第二下我一定拗上去 一個人的算家 一次輸他兩次 他就說 小寶子的重點就是 他後來換的那個螢幕 因為他原本會用 用比較 稍微有一點點延遲的電視在打 42吋 42吋 然後他後來就加我的Line 然後問我說他要換螢幕 然後我就介紹一款螢幕給他 結果他換螢幕之後 從6000跑到1萬 超扯的 這麼猛啊 超扯的 你不然也介紹我一個 趕快介紹一下螢幕 介紹一下 工商一下 我覺得你關螢幕 打出一分數的比較多 搞不好 直接不要看螢幕了 關螢幕了 超感的 我覺得 所以 打快打還是需要一些 就是 不管我們是說搖桿也好 足跡也好 甚至是螢幕也好 這個其實都跟 玩家的那個 平常在玩的那個 是有關係的 我是覺得說 大家如果認真的想要讓自己的快打實力有所增進 其實 今天很難得請小寶來 那也要 稍微講一下小寶這位選手 後來就是 當然除了螢幕這件事情以外 他還一直跟我LINE說 他想要找誰誰誰打 找誰誰誰打 然後我就盡量去幫他 湊成這些 他希望打到的人 比如說 因為我們群組裡面人太多 沒有那個基隆東 沒有那個 那個誰 黃書 自由旺之類的 這些 然後我就去幫他約一下 我想說 我已經很久沒有遇到 這麼認真的玩家 想要去跟這些 老屁股挑戰的 結果他們在老屁股 招牌一個一個就被拆了 還好我還撐 他根本就來踢館了 我還覺得這個人真的是 我跟你講他很像以前的我 我以前也是每一個都是越戰 你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問每個人以前我 剛錄M拳的時候 我大概挑了二三十幾個人 槍尸 從來沒輸過 你怎麼沒挑過我呢 你有跟我打過嗎 有啊 你還不是輸我 你玩凱的時候 你玩凱的時候 我記得一開始你輸 然後就說 我要想一下對策什麼的 然後後面你就輸我了 今天這個四代的那個開起來有沒有 四代來 我問阿東還有凱來 全世界最會打凱的阿東 小巷都忘成墨跡啊 四代凱我覺得真的很爛耶 怎麼可以玩成這樣 有啊 不敬業 四代凱很強啊 打阿東很強 沒有我自己看 我是覺得凱是還蠻爛的 可是玩成這樣真的是 講到凱你知道那個打凱 他都玩膚淺的啊 你想玩阿東的對不對 我雲 對啊 玩膚淺的 你把他好意思講 好啦 那機會難得 大家都來了就讓你們打一下 不過因為賽前 通常不會跟對手練習的關係阿 剛好 RB又在嘛 那就讓RB跟那個小寶玩一下 好不好 好 我們的來賓也三三來詞阿 那 RB你要用哪一次 你今天有帶搖桿嗎 我今天昨天晚上沒有 不好意思耶 阿金龍東有沒有帶搖桿 每一天我帶阿 那沒差 那一隻可以嗎 那一隻可以嗎 那你真的是來拆台 不是 今天真的很屌 為什麼我知道 所以我要講一下 不是塞車的原因 這真的超屌的 不夠長 好可 我這髮型像不像那個B-Band的那個 B-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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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and迷妹會生氣 突然把我Key紅色 快點 超像 B-Band B-Band 有沒有重點啦 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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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不出凱爾嘛 凱爾我笑說 很開心 我昨天更新好友上去先打 那時候凱爾好像很厲害 結果我老婆帶我小孩去逛結婚 那我一個K好打電動 但他四點多的是吧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 老人家不是都看電子鋼要睡著嗎 我打電動打到睡著 我老公講 你怎麼還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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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早了喔 我剛剛不是打電動開了嗎 我看我的電動開著在那邊這樣 然後我睡著了 白癡 我打電動打到睡著了 我跟你講 上個年輕人要承認啦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你自己看 小寶你幫我切BS 那個對戰畫面 對戰模式 新來的 你說我這髮型 要不要Bban 新來的 新來的可以不用理他 你可以不用理他 其實小寶昨天在八樓聚會 跟基隆東借過邊 他很難過啊 寶寶心裡有苦 寶寶不失望 真的嗎 被你電嗎 你昨天不是開天咪嗎 我昨天先開米卡 靠杯 米卡拿著好打對不對 我隨便玩的啦 現在 台式不可以動啊 你登錯帳號啦 幫他打一個 你會不會玩啊 因為他會不會啊 對 按這個 還是不行 你會沒登到 有了有了 你要到叉叉了齁 他剛剛 他剛剛把那個爪子交去交完了 我看到時間 什麼東西 打雞蛋 打雞蛋都會打了 打雞蛋都會打 小碗雞蛋都會打 小碗雞蛋都會打 對 我可以最後一個傷嗎 那你還要走過嗎 我可以研究一下他打 你要說我有你們兩個 你可以坐旁邊 可以啊 你要不要用 要不要用 你有沒有看人家 我很瘦 你都不知道我會用 都不知道我會用誰 而且你待會兒踏入很簡單 可是你真的 因為我有研究過 他的踏入就是 因為他拳腳不多 他招式很少 說誰 為什麼我變他們兩個打 沒關係 因為小寶講到最後 他的一個後鞋你知道 他後鞋那個狀子 對啊 那個勸不到耶 對啊 富士還勸不到 作弊嘛 對啊 凱爾超強的 真的嗎 天天過 他最早的角色 你竟然說他超強 他腳到無敵就算了 他腳到無敵 沒有無敵啦 一差無敵啊 對 剩一差 就一差 我不知道他這個氣功超厲害的 你一定要擋啊 不然就是要跳 來對我挑那個 那個嗎 那個超北藍的 你遠遠的 就這個 那配搭會丟 最後這個一定要跳 好 卡比選凱爾 那我們優柔選卡琳 那這個一看就知道卡琳不利啊 你什麼都滿不利 好 沒摔到 喔 直接喔 我都記得普通的有無敵吧 我覺得我真的跟花花打我 我真的跟花花打我比較好用 今天阿 對啊你看 花花難過啊 不過花花也跟凱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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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琳超強的 因為我半氣功 因為我一次兩個氣功 王個屁喔 喔 中拳 你根本就要欺負內瑜用的 你一定要擋 這超美藍的 這超美藍的 然後你還可以慢慢走 有囉 進得去嗎 進得去啊 這個比內瑜還好用喔 我要玩他 這超龜的啊 哎呀 我還以為阿B會用空摔 是的 他用推他 一直在那邊擋 前面中心就要推他 他有氣功收招 會比內瑜慢嗎 快 沒有 當然 一樣啊 一樣啊 沒有 就是他有三個氣功啊 跟內瑜是一樣三個氣功 那三個氣功 內瑜是輕 內瑜是重拳的氣功是慢的 那那個凱爾的輕的氣功是慢的 還是兩個相反 哦 歸不住耶 腳刀啊 又留到幹嘛 無用不懂 剛剛啊 不能去打 所以沒有氣的話 基本上可以一直跳拱 是 我記得腳刀不能打背 把你配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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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配去下一場 你先是500 那對空拳腳硬 我贏他 打過後他搶一嘛 他搶一嘛 他搶二而已啊 搶二而已啊 搶二而已 不是有一個冠軍啊 是一的嗎 他搶了 來 他這個是VSKILL 這個又是多 我知道是VSKILL 我有用嗎 我要跟觀眾講一下 這是凱爾的V系統 哇 腳道沒中 我覺得凱爾的拳腳好像也稍微變短了一點 世代比較硬 硬轉好像比較長一點 對 對 沒有那麼硬 那個時候 五四再就做工了 對 就直接加重錢這樣出去啦 還是RB不行 喔 風帥 這個好帥喔 好表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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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中拳爆啦 好你說那個 下星叫利宗拳 潛中拳 這對沒有國經濟的角度 蹲著走勒 剛剛有蹲著走喔 沒發現 蹲蹲蹲 蹲蹲蹲 觀眾朋友有 把我現在蹲蹲蹲 蹲蹲蹲 他沒有用逼變冷了 沒斷 原來他已經吸用了 滑邊說他前面是要進攻 超笨的 沒撿到 還會往後摔空 摔空 摔空 摔到人 還會往後摔空 摔到人 還會往後摔空 摔到人 可以喔 你看伊塔氣功超快 他不可能突然進來 他會直接這樣 他也來不及做這個 如果伊塔氣功的話好 來 中腳 這個很 後摔好像揮不太住 不是 因為他用輕的氣功 他就來得及 他又來得及做動作 去做那些事情 可是如果用重就不行 然後他那個時間完全不一樣 所以變成氣功 因為之前我用NACH打的時候 我自己就有這個困擾 所以我一直跳過來 這很快才死人 來了 他沒做出來 1 2 3 去啦 就是愛進攻 不要進攻就贏了 可以啦 打得不錯了啦 不要進攻就贏了 不要進攻就贏了 現在我不太太肯 因為他才玩一個小時而已 可是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拳腳 拳腳太爛了 誰的拳腳 開耳 我覺得他蠻強的 拳腳太爛 世代比較強 也是啦 世代比較強 世代的拳腳是真的蠻強 世代有開一個比賽 跟我們打複鬥 連續三個重拳把他打死 對 懷疑 複鬥一直想要獵我拳 傻傻的 那個也是運氣 那也不一定獵我拳 所以獵我拳也很硬 對啊 他弄烈火耶 對啊 不要再BAN BAN BAN 你真是以為自己BAN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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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耳對決了嗎 他會開牽扁嗎 我開了好了 我也不會 你要練 你哥也會開耳 所以你會 是你睡氣的 我玩到睡著了 等下會不會睡著 我玩到 我真的玩到睡著了起來 也要噴到我腳上 你怎麼又來一次 我放下去了 可以打出現在最大傷害 600多 那一輩子都打 比賽打不到人啦 你騙鬼喔 看那騎死都知道 這輩子打不到人 騎死是什麼 氣功丟 然後對吧 氣功丟騎死 那起碼要560 哇 氣功滿天飛啊 跳路由 你那個小刀是氣功無敵吧 誰知道 有 大家對飛到無敵 對啊 我感覺看一隻 飛到無敵 對 有 這邊對飛到 我有看那個老外的示範影片 對 對 因為剛剛看到 還是要用什麼 氣功的過去 應該不至於啦 超快 你看 一差的 氣功還沒來 你想要跟著氣功一起過去 對啊 基本都不錯玩 你就玩這次好了 對啊 你那不適合你 還可以瘋打 剛剛發了5下氣功 5下氣功是沒的 我要丟大氣功 錯了 他等丟5下而已嗎 加到前面那個5下 後面還有給我兩個 等一下那個東西 喔 差盒啊 連斷連出來 踩屍你 踩屍 所以這代開盒還是一樣啦 他那個 少年步是46P 然後 小刀是28K 他是不是這兩招而已啊 對啊 永遠就是 永遠的兩招 我就覺得他 他 測試地都跟四代差不多 可是 拳腳距離有點短 那重拳真的超爛的啊 不能下重拳對空啦 你要用 比較遠你要用那個 今天RB實況有打啊 他那個 中腳 中腳對不對 看起來 水水水水 超爛 大部遊戲 好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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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很快啊 又快又慢 很煩耶 真的 他真的不太能猛攻啊 他每次很無角 他每次很無角 猛攻都會輸啊 結果他這個比賽 看到這個對決應該會是 99秒打完 阿阿阿阿 角到角到角到 好快喔 他會痛啊 手段也還在 下重角也一樣 跟四代的相去不言 這個連結束 他會動嗎 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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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西木牛才有 哪裡 全部都拿反擊啦 不能自己攻 他真的是拿來設計攻比較厲害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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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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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